今天晚上的四海杯篮球选拔赛 第一场的比赛结果是公卖局以73比48赢了中心 这场比赛由于公卖局的球员都是经验丰富的球场老将 因此对中心的经验比较薄弱的球员来说 打起来非常轻松 而且很轻易地就赢了25分 在赵曼时中秒的时候 公卖局就以36比22领先 第二场的比赛是飞驼对台铃 飞驼以63比57 只以6分之差赢了台铃队 本来这两队的实力相差比较全出 但是飞驼队今天晚上演出非常失常 在赵曼时中秒的时候 甚至还被台铃队以29比25领先 这场比赛是飞驼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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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场比赛是飞驼的